见到第一仙,第2842章,金蝉换命。 不会死。 第一世心魔饶有兴趣,这么说,你还有底牌咯? 冷不丁的,一只大守护的将邪剑尊的身影覆盖,将他整个人禁锢起来。 邪剑尊,却似根本不在意。 他面无表情,但莫道,我此生行事,从不会孤注一掷,更不会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 至于是否有底牌,你这位剑尼城的大老爷,不如猜一猜。 邪剑尊说罢,面露一抹挑衅之色,而他那被镇压禁锢的身影,呼得燃烧起来。 第一世心魔皱眉,屈指之间,掌心涌现出一抹灰色奇异的道纹,横空一抓。 这一击,名幻窃天一线。 哪怕是对手魂飞魄散,也能从那魂魄消散之处,抓出一线泯灭的魂魄力量。 可出乎第一世心魔意料,邪剑尊的身影,竟是燃烧得一干二净,连一丁点的气息都没有留下。 唯独一片烧焦般的密封碎片,遗落原地。 第一世心魔将密封碎片收起,略意打量,顿时面露鄙夷之色,还真是个没出息的废物,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亲自下场。 所以道,这是何物? 金蝉换命符,练命运力量为符,行金蝉脱鞘之密,比之替死符更神妙,利用此符的力量。 可以缔结一句,和本尊如出一辙的道区,修为,意识,气息,皆和本尊没有区别。 唯独性命是假,将其杀死时,才会发现对方只不过是个空壳子。 第一世心魔侃侃而谈,这等密封很稀罕,在命运长河彼岸,也被视作稀罕玩意,往往会被当作压箱底的保命手段,轻易不会动用。 苏毅若有所思,这无音空界,出自命运彼岸,一个名叫黑牙的强者之手。 而这金蝉换命符,明显也来自命运彼岸。 如此看来,邪剑尊,早已和命运彼岸的某个势力,暗中勾结在了一起。 黑牙? 第一世心魔探道,人都是会变的,修行路上,一个好端端的剑修好苗子,一旦出现心魔业障,极容易性情大变, 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。 这黑牙,曾为了前往剑地城,一步一叩手,即便被拒之门外,游子不肯放弃,在剑地城前哭作百年,只为进入城中当一个剑仆。 最终,是周三甲出面,允许他进入剑地城,成了剑地城的一个剑修。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,在我外出云游那一段时间,黑牙的一颗剑心出了大问题,性情变得极端,剑道也走上歧途,在剑地城内惹出不少祸端。 最重要的是,他曾在暗中和外敌勾结,虽然还未曾做过叛逆之举,但也不是我所能容忍。 于是,便一声令下,将其驱逐出剑地城。 说到这,第一世心魔淡淡道,周三甲当时还曾为他求情,可周三甲不知道的是,不杀黑牙,已是我的底线。 微微摇了摇头,第一世心魔道,这些都是老皇帝,你不知道也无妨。 周三甲,就是何伯,当年肃婉军离开沈玉时,曾谈起此事。 这么说的话,随着众玄盟约被毁,黑牙这个当年被剑地城驱逐的叛徒,怕是已经来到了命运长河上。 苏毅沉吟,第一世心魔笑起来,就像修道者前往世俗之地会遭受凡尘规则压制,化作一个凡人。 在命运长河上,来自命运彼岸的角色,同样也会遭受命运秩序的羁绊和压制。 他仰起头,这片无垠空界像一幅燃烧的天地画卷,正在飞快凋零。 不过,毕竟是来自命运彼岸的角色,对你而言,还是很危险的。 第一世心模糊的幸灾乐祸起来,你可要当心一些,既然黑牙那叛徒能找到邪剑尊,必然对你的事情已了如指掌。 说着,他又低下头,看向掌心那块焦黑破碎的金蝉换命符。 此物,倒是让我想起一个老朋友,道号金蝉,神通广大,气度磊落。 第一世心模谋犯追忆之色,在命运彼岸,能让我是做对手的,屈指可数。 此人便是其中之一,并且还是最厉害的一个。 苏义惊讶。 据他所知,第一世作为见地成主宰,可极为了不得。 而能被他是做最厉害的一个对手,这金蝉又是怎样一位存在? 他如今还活着? 苏义惊不住问。 第一世心模摇头,不清楚。 活着最好,死了,才让我感到惋惜。 旋即,他露出肉疼之色,抱怨道,为了帮你出手。 这一次,我可付出了极为惨重的大代价,才从那把破剑翘中挣扎出来。 这是天大的人情,你可不能赖账。 苏义。 还不等他开口,第一世心模飞快道,接下来的事情,你自己解决,我该回去了,再不走。 那把破剑翘,只会把我的本源力量,彻底消磨掉。 声音还在回荡,其身影呼得化作一缕光,略入那一把腐朽剑翘内。 苏义揉了揉眉雨,付出代价,才从腐朽剑翘走出来。 或许是真的,但绝对不会像那家伙说的那般严重。 苏义轻轻拍了一下腐朽剑翘,这算多大点事,以后有机会,我再请你出手。 请你多少次,以后我就让你,请我多少次,总有扯平的时候。 腐朽剑翘内,第一世心魔如遭雷击,以手垂地。 哀叹道,那小子越来越奸华了,以后是不是会债多不压身,欠债成大眼。 旋即,他蹭得坐起身,又笑起来。 有意思啊,总算比以前更让人期待了。 这才是真正的见修心境,随心所欲不于举,圆润通达无所机。 欠吧,欠吧,只要你欠得起,我就给得起。 到最后,且看谁更胜一筹。 苏义收起腐朽剑翘,目光看向远处。 墨兰河一脸呆滞。 傅林云瞪大眼睛。 曾兴河满脸写着谄媚。 九要古城。 惨烈的厮杀,游刺在上演。 整座城池中,乱成一锅粥。 不断有天君陨落。 也不断有罪魂消散。 天穹下,小女孩手握一杆心红如血的绽毛,已杀得事件者负伤累累,躯体残破。 她眼神中,竟是兄弟恐怖的罪牵杀器。 事件者没有退让。 可她的心,已沉入谷底。 这罗侯不对劲。 其实力之恐怖,远远超乎事件者的预判。 须知,她和罗侯皆是规则中诞生的性灵。 两者并存于九要规则,亦如阴阳并存。 实力本应该是一样的。 可,罗侯的实力却强大到离谱的地步。 当年真月天地离开时,曾倾定她嫉妒为事件者,负责镇守九要古城。 而作为事件者,是能够御用九要古城力量杀敌的。 在此地,她就如同主宰。 可谁曾想,在和罗侯的厮杀中,她哪怕动用九要古城的力量,竟依旧不是对手。 这让事件者如何不震惊。 你,究竟是谁? 事件者猛地问出声。 他怀疑,罗侯身上有大问题。 小女孩冷笑。 你若臣服,我就告诉你。 哄,她出手愈发凶狠,杀得事件者都快要撑不住,躯体快要彻底碎裂。 小女孩也没想到,事件者嫉妒会如此难缠。 更没想到,真月天地当初离开时,竟会允许嫉妒掌控九要古城。 以至于,她所面对的不仅仅只是事件者,还在和整个九要古城的力量厮杀。 事件者大人,还请速速打开城中封禁。 末地,城中响起一道焦急的嘶喊声。 是欺煞天庭的碧云子开口了。 城中那一场惨烈的大战中,醉魂不断消散。 可那些,来自上武洲的天君,伤亡更惨重。 到如今,只剩下数十人,并且,伤亡数目还在递增。 昆蓬老妖,姨婆婆,福庸,碧云子等人,都已快要撑不住。 那些罪魂太残暴,汗不畏死,一个比一个强大。 到如今,连他们这些老家伙都已负伤,焦急不安。 一旦局势这般持续下去,最好的结果也仅仅是两败俱伤。 而最坏的结果则是,他们都会死。 故而,碧云子才会开口,请求是剑者打开九要古城的封禁力量,给他们留下可逃断的生路。 可是剑者没有理会,他答应江吴臣的事情,自不会改变。 哪怕他清楚,自己所答应的对象,并非真正的江吴臣,而是其心魔。 但,也已无所谓。 事实上,当他隐命时,九要古城的封禁力量,就会彻底溃散消失。 当苏毅、墨兰河、傅林云、岑兴河重新出现在城中时,就看到了眼前这一幕血腥惨烈的景象。 整座城池上下,血腥如潮,战斗气息肆虐,到处是混乱动荡。 小女孩几乎是第一时间,就察觉到了苏毅的出现,心中不经意紧,像受到莫大的惊吓盘。 旋即,她小脸猙獰,眼神暴力,不顾一切般出手,完全在拼命。 去死! 星红长矛,如若一道锋利无匹的光,一举刺进事件者,那本就破损不堪的身影。 小女孩身上,也被一片浩瀚如星河般的剑气劈重,负伤很重。 可她却浑然不觉般,长指发力,身影和手中长矛一起前冲。 哄! 一人一矛,撞碎长空,将事件者整个人凿穿,轰然炸开。 一时间,血腥如画。